澳洲凱恩斯的臺橋紅瑜節 四年前在當地取得一種 馬來西亞咖啡麵包 獨家地區的代理權 靠著口碑慢慢累積名氣 不僅僑胞百吃不厭 也是澳洲人以及觀光客的最愛 簡單明亮的玻璃塗窗 在凱恩斯街頭令人印象深刻 這個由臺橋紅瑜節所經營的烘焙店 已經開業四年 店名的中文翻譯是爸爸做的麵包 店面雖然不大 但名氣卻很響亮 紅瑜節取得一種 馬來西亞咖啡麵包 獨家地區代理權 只賣這種麵包 每天人潮若意不絕 我們那時候五點多就開門 所以有四點就在這邊準備 對 然後一直坐坐坐坐 晚上九點 然後才回家 那有時候因為 剛開幕的時候他們總公司得來 所以還要陪他們 有時候到十一二點 那回到家都已經一兩點 紅瑜節說四年多來 每天從上午八點營業到下午四點半 與員工從加工烘焙到食安 完全不馬虎 雖然凱恩斯台橋不多 但卻都是他的忠實顧客 百吃不業 他們最好吃的 還沒走到就聞到香味了 常來買 對 好吃 才跟朋友一起來 這樣給你 對 我老公最常來的 我很喜歡這裡的麵包 其實老闆很真誠 帶了很熱情 雞從每邊都來 他們的咖啡 咖啡跟麵包都非常好吃 大學念平面設計及烘焙的紅瑜節 二零一一年大學畢業後 就來到凱恩斯 引進馬來西亞咖啡麵包 他說澳洲烘焙業競爭激烈 食安管制嚴格 而且翻光客有減少趨勢 他認為做生意 還是要先選對地點 對提高競爭力 才會有幫助 臺灣網路視 顧麗探 澳洲凱恩斯 採訪報導